受益于篮鞋主席姚明对中国篮球改革初步成功,中国足协近期也有不小的动作,他们对中层岗岸上的领导进行了任命。 邵嘉一、赵俊哲、杨晨都榜上有名,特别是赵俊哲,他被任命为中国足协国管部的部长,看得出,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,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,姚明、刘国梁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前国脚梢嘉一、杨晨和林乐峰,一同担任国家队训练总监,另一位前国脚捧委国将担任南卓地区清室总监。 这些职务的任命,让很多球迷和媒体都拍手称快,但令人有些惋惜的是,此陈护身很高的郝海东并没有入选。 说起郝海东,中国的球迷应该对他都非常熟悉了,要说得自立,他都要在赵俊哲和邵嘉一等人之上,但这次为什么没能够入选? 究其原因可能是自身的问题,了解郝海东的球迷都知道,郝海东在球员时期的脾气就很火爆,性格是一个很强势的人,即便退役多年他的这种性格也没有多少收敛。 正因为如此,眼睛里不容沙子的郝海东,一直不被中国足协所接受,他是一个直性子的人,可言快语的他经常发表一些让足协不能接受的言论,因此他也获得了一个外号,被球迷称之为好大炮。 只是因为这些原因不能入选足协,确实有些让人无奈,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,看来郝海东入选足协都很困难了。 但是目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培养儿子好润泽身上,目前好润泽已成为西班牙连萨的新星,相信由父亲的培养,儿子一定大有可为。 请你继续期望来。 从来自于我所谓的任务下方,眼睛强离,非选择的任务下方,眼睛强黄里。 感谢观看